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只有普攻是不一样的而已 所以今天我们会一次过把两的羁绊都一起讲完 这样也方便大家理解 SP吕布的普攻有两种形态 只有使用貂蝉羁绊的吕布 普攻才会变成千钧形态 也只有在千钧形态下 SP吕布的普攻才可以和以前一样会对敌方全体造成攻击 并提升50%最终命中率和一点龙魂值 而甲许羁绊的普攻就只会和其他魂将一样 造成单体攻击并恢复一点龙魂值 无特殊技能 SP吕布的怒弓是个高消耗技能 需要1500点怒气才能释放怒弓 攻击模式一样是全体 并且还会自带75%的最终暴击率加成 依旧是个高暴击的武将 SP吕布在释放怒弓后会获得一层亡魂 若怒弓成功击退敌方还可以额外再获得一层亡魂 亡魂会提升5%无视防御 最高可以叠加4层 效果会持续到战斗结束 亡魂给的效果非常普通 即使你辛辛苦苦叠了4层 也只能得到20%的无视防御而已 不过亡魂还有其他用途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说 SP吕布的龙魂技需要消耗3点龙魂值 一样会攻击全体并自带75%的最终暴击率 SP吕布的龙魂技最强势的地方就是 它的攻击是可以无视护盾直接扣除目标血量的 并且在攻击后还会对处于护盾的目标 造成总伤害量15%的额外伤害 这是一个先扣你的血再打你护盾的技能非常好用 SP吕布的龙魂技每造成相等于攻击力100%的伤害 就会获得一层嗜血 嗜血会使SP吕布受到的反弹伤害降低30% 吸血率提升5% 一样最多可叠加4层 效果会持续到战斗结束 嗜血是吕布对抗反伤的重要保命手段 并且和亡魂一样 嗜血的层数也会有额外用途 SP吕布依活后 会在战斗开始时 按除吕布以外的上阵武将类型来增加自身的能力 每上阵一名输出型的武将 比如攻击或突击型武将 吕布所造成的所有伤害结果都会提升10% 上限30% 也就是最多上阵三个攻击或突击型武将 就可以达到支援上限 每上阵一名防守型的武将 比如防御型或辅助型武将 吕布受到的来自武将的所有伤害结果都会降低10% 上限一样是30% 至于要上阵输出型的武将多 还是防守型的武将多 这个大家就不需要太过纠结了 总之队伍需要什么武将就带什么武将就好 大家只要正常配队一般都可以吃到3加2或2加3的效果 吕布三大流派之一的独吕 吃到比较多的就是伤害结果的提升 而另两个流派盾吕和法吕 则是吃到比较多的伤害结果降低 一伙的第二个技能是SP吕布最关键的技能 吕布每造成三次暴击就会获得一层恶念 恶念是吕布最高的增伤来源 每一层恶念会使暴击伤害提升15% 一样最多可叠加四层 效果会持续至战斗结束 SP吕布的暴击次数是对个别武将分开独立计算的 一次全体攻击能打出几个暴击就计算几次 假设一个龙魂技打出了六个暴击 SP吕布就可以直接叠加两层恶念 SP吕布铺了那么久的恶念 嗜血和亡魂层数 其实全都是为了三火技能 深渊地狱在服务 SP吕布在三火后机制才会完整 这是最低的上阵要求 三火的效果是 当吕布身上的恶念 嗜血和亡魂首次共累计四层时 战场环境就会进入深渊地狱 持续二回合 深渊地狱和助战竹笼一样 都是一个会对双方全体都产生效果的技能 在深渊地狱中 所有武将受到的治疗和护盾效果都会降低一半 并且在深渊地狱期间 只要有任意武将被击退 SP吕布都可以恢复25%最大生命值 750点怒气和一点龙魂值 若被击退的是敌方武将 SP吕布还可以额外恢复750点怒气 在深渊地狱中 吕布会占据非常大的优势 因为只有他能大量回血 其他人不能 在双方互殴互相消耗的情况下 时间一长就必有死伤 不管死的是你的人还是我的人 吕布都能回血回怒回龙魂值 若死的是对方的人还可以直接回满怒气 再给对面来一个大招 别忘了貂蝉羁绊的吕布还带有反击的能力 在这两回合的深渊地狱里 就是吕布在单方面的在虐杀对面 当然前提是你的吕布属性要够 打人要够痛才行 无火后 SP吕布的能力会获得大幅度提升 深渊地狱对敌方武将所受的治疗和护盾降低效果会翻倍 这时候双方就不再平等 在进入深渊地狱时 SP吕布还会立即获得不进入叠加上限的恶念 亡魂和嗜血各两层 同时怒弓所需要消耗的怒气也会降低500点 变回正常的1000点怒气就可以释放怒弓 并且回怒的速度 以及造成的所有伤害结果都会提升20% 可以说无火才是SP吕布真正的完全体 虽然三火就可以玩 但真正要强还是得抽到无火才行 SP吕布的强度其实全靠深渊地狱再撑 尤其是吕布的怒弓 只有在深渊地狱的环境下 才会比较好发挥 如何快速启动深渊地狱 让吕布直接将三种增益都各叠上两层 就成了所有吕布队玩家最需要关注的事 如果两边的SP吕布都开启深渊地狱 那么五江头上就会两个深渊地狱的简易状态在 不过这里也要顺便说一下 其实深渊地狱也是可以被免疫的 假设SP吕布开启深渊地狱时 SP孙上香还处于隐形状态 那他就可以免疫掉吕布的深渊地狱 接下来我们来看决定吕布强度的两个羁绊 当中貂蝉羁绊是输出比较高的一个羁绊 因为它会反击 一般是独吕和灭对吕布在使用 使用貂蝉羁绊的吕布伤害会提升18% 并且在战斗开始时会获得一层蝶影 蝶影可吸收40%最大生命值的伤害 持续至战斗结束 蝶影提供的护盾是吕布前期最佳的保命手段 因为SP吕布在释放龙魂祭前 是没有任何反弹伤害减免的 而且也非常害怕单体输出的武将 如果没有蝶影提供的基础保护 恐怕吕布要撑到进深渊地狱都不容易 但蝶影真正强大的地方 还是在它消失后能立即为吕布恢复1000点怒气 和4点龙魂值的能力 蝶影被打破后 SP吕布马上就可以释放一次龙魂祭和怒弓 各叠一层嗜血和亡魂 只要在这两次攻击中触发6次暴击 就能再叠两层恶念 直接启动深渊地狱 这是貂蝉羁绊的吕布最快进入深渊地狱的方式 蝶影消失后提供的另一个关键能力是 SP吕布终于会反击了 虽然SP吕布的反击能力 要迟至蝶影消失后才会启动 看似被弱化了 但其实在能力上它还是有进化的 以往的吕布只能对普攻和怒攻反击 并且每回合最多只能反击5次 现在的SP吕布无法对普攻反击 但却可以对怒攻和龙魂计反击 并且不再有反击次数的限制 整体来说SP吕布的反击能力还是有所提升的 若要说貂蝉羁绊的吕布有什么弱点 那自然是他无法免疫控制了 白马哥表示 我想踢吕布已经很久了 而这也成为了我们使用假许羁绊的理由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假许羁绊 假许羁绊提升的是吕布的无视防御和怒气降低抗性 一般是法吕和盾吕在使用 但盾吕的变化会比较多 在控制不多的环境下 也可以使用输出较高的貂蝉羁绊 假许羁绊最大的优点就是 他可以免疫所有控制效果 也包括魅惑在内 是的 现在已经没有人能控得住吕布了 假许羁绊的吕布 虽然输出不比貂蝉羁绊高 但他胜在有很强的应对控制和减易状态的能力 吕布每免疫一次控制都会获得一层亡魂 每免疫或获得五个异常状态后 都会随机驱散三个异常状态 并使自身获得五百点怒气和一点龙魂值 只要对面上减易的能力不差 通常假许羁绊的吕布 在第一回合都可以靠异常状态叠出两层亡魂 并恢复两点龙魂值发动龙魂剂 龙魂剂可以叠一层嗜血 加上暴击马上就可以进入深渊地狱 假许羁绊的另一个能力是 他天生就有始受到的反弹伤害 和来自武将的楚普弓 怒弓 和龙魂剂以外的 伤害结果降低40%的能力 虽然他没有像貂蝉羁绊一样的开场蝶影盾 但因为他比较不害怕反伤 和单体攻击最擅长的追击 连击等技能 所以实际上他的抗打能力是高于貂蝉羁绊的 作为代价就是吕布获得的护盾值会被降低60% 也算是小有牺牲 在战魂占领方面 非火毒的SP吕布基本都带长驱遥光 因为暴击对吕布太重要了 只有火毒吕因为需要上火才会带弱点遥光 吕布的站位肯定是前排 貂蝉羁绊的吕布怕控制 所以要尽量避开公孙赞和贾许 贾许羁绊的吕布则正好相反 因为免疫控制能叠一层亡魂 所以要尽量正对着公孙赞和贾许 灵宠方面 主战一般是藤蛇 没有藤蛇可以上敷珠甚至是鼻翼 使用鼻翼的理由也很简单 就是为了能打出更多的怒弓 因为吕布在深渊地狱以外的怒弓消耗太大 所以用鼻翼是最省事的方式 火毒吕的主战也可以使用竹笼 但个人认为除非你本来就是全图剑的大课玩家 否则没必要特意去抽竹笼来配火毒吕 毕竟竹笼主战也就火毒吕这一个版本能用 考虑到后面还有很多更重要的灵宠 灵宠卷还是留起来会比较好 至于助战方面 不管盾吕还是火毒吕 主力都是碧暗和白虎 碧暗虽然也一样 只能在SP吕布的第一个强势期里使用 但没有 碧暗输出效果就会落下许多 所以 碧暗的优先程度还是高于竹笼的 算是本期吕布的必备灵宠 如果没有 碧暗就只能用酸泥或穷奇来代替 当然在输出方面会降低许多 如果你实在不想抽碧暗的 也可以用青鸾来代替碧暗 不过两者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接着是火毒吕的另一个助战灵宠白虎 究竟是要给贾许还是吕布好 这个一直很有争议 建议以自己测试的结果为准 SP吕布的无视防御很低 所以 他是个妥妥的职商武将 你的灭属性将决定SP吕布伤害的高低 白虎要不要给吕布 一切就全看你的 SP吕布输出效益能有多高 另一个没给吕布的原因是因为 SP吕布在未进入深渊地狱前 怒攻是需要1500点怒气的 白虎给的1000点怒气并不足以让SP吕布直接释放一次怒攻 最后来说一下抽取建议 SP吕布是大课掌的玩意 大课必抽 想拼巅峰榜必抽 SP吕布有很强的版本统治力 虽然它的统治期很短 但如果你不抽 那就谁也打不过 这边指的当然是高战区 基本都是SP吕布队在内卷 SP吕布需要的配件也不低 SP佐词和B案都是必需品 缺了都会影响强度 至于平民玩家 则需要担心的是你的抗灭属性是否足够撑起吕布来 如果你没有能一次将SP吕布抽到无火的本钱 那就等下一个SP吕布的强势期才来玩吧 SP吕布的下一个强势期是白兔上线后 相信到时大家的SP吕布都已经无火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